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T台正经话 我们一起追真相 旗众北青南 现在蔡英文总统说 她要提出一个大南方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 她宣布这个大南方计划 要指导高雄有22处的亮点聚落 包括榆林嘉义部带 台南高雄新达港 高雄的亚洲新湾区 屏东的农业生计园区的扩大升级 她是说过去你看 四兆的这样子的预算都在北部 那对南部的民众太不公平了 好 现在一半两兆 要把它移往南部 可是我们刚刚也有讨论 高雄负债近3000亿 到底是谁的错 那当然蓝绿各持己见 今天柯P他就跳出来了 白色力量 他说他就你们民进党 欠3000亿 难怪你们高雄会丢掉 那到底是各说各话 陈局这边会说 这个前面累积下来的 并不是他自己欠的 柯P他也说了 他今天回应说 那你们陈局要自己出来说 不要指控别人拿不实的数据 请陈局自己出来讲 跟大众讲清楚 说明白到底高雄市的债务 是怎么累积的 你到底借了几亿 你这几亿是用到哪里去 那每一天的利息到底又是多少 蓝营是不是有一个助讲员 是不是有一个大炮在帮助蓝营 那陈局就说我们还很多 我借多可是我还得更多 你们的数据引用的是错的 包括这个苏贞昌院长也说 他是五星级的市长 你们怎么说他借太多钱 他是五星级的市长 赵新 所以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错误 其实这个数据是过去县市合并 当然过去还有高雄县的 问题是高雄县当时也是 所谓的民进党执政 所以在同样的路线底下 不能够说切割说 这不是陈局的错 当然讲陈局非常精准 但是你要讲是不是民进党的问题 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纵北清南是两党过去都有的问题 如果不是国民党过去 在四五十年前有纵北清南 民进党也不可能打这个口号 执政长达三十年 可是问题是 大家现在给民进党三十年的机会 就是相信你在南方执政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这个现象 就是大家发现三十年之后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才会希望翻转 那么今天 过去我们就讲说三年半的时候 2016年2017年2018年 都没有看到蔡英文提出这个南方计划 如果说你是要照你执政的 这个后面的办 都没有所谓的大南方计划 有 就是在前三基础建设里面 前三基础建设是全部的 现在是把部分东西拿出来再做一个 那我正要拿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今天蔡英文推出这道菜 第一个最后才拿出来做个勘搬 第二个这道菜叫什么 这道菜叫做我们吃喜宴的时候 有所谓的大菜 大拼盘吗 大菜有石斑 一半很大 鸡汤很大 但是第一道菜我们看起来最大 但其实都是小菜 那个叫拼盘 所以今天所谓的大南方计划 就是那第一道菜就是拼盘 看起来盘子很大 实际上都是现成的小菜拿来 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去查预算书 这些计划大概我敢断言 五成以上都是过去的预算书 就有的计划 然后拼到里面 变成一个现成的计划 而且没有金额没有项目 所以这是不是有点临时的 不是说有22处亮点 甚至会拿我们刚刚讲的前瞻计划 凑进来都有可能 只是我现在还没去查 但我敢说 多少一定有这样的成分 那赶快查是不是 因为他连项目都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查 他没有项目 他是不是说22处据点 22处什么亮衣据点 他连金额都没有 赵兴可能用拼盘的概念 认为拼盘不是主菜 错 在现在的喜宴当中 拼盘是主菜 而且每一个拼盘都是非常 你这个厉害 都是非常精致 真的 我最近才去了新华 因为一个朋友结婚 我真的被充分的惊醒了 就说原来这是主菜 他每一个拼盘有12道 这12道每一道都非常精致 有鲍鱼 也有虾子 也有非常重要的那些 最有营养的 而且又好吃 真的 没有错 所以你要看你是处于 哪一种拼盘的逻辑 对不对 然后回过头来讲 就算是赵兴讲 以前的这种拼盘的拼盘 好歹民进党还很认真的 为南部地区 过去被重北侵南的牺牲 今天要马上去补足它 我们在8年8千亿的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 谁在阻挡 国民党在阻挡 这些交通建设 以前在十大建设 大家都没有反对 大家都非常认真的说 这样很重要 可是现在民进党希望能够帮助 东部地区 南部地区 改善的时候却被阻挡了 但是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大家还是努力的往前推 所以有很多东西 事实上是在补足以前的不够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我必须要做一点回应 那么多的建设计划 但是做出来的轨道建设 大部分都是外包给所谓的外劳 或者是公司 如果能够告诉我说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为南部的中南部的乡亲 增加多少工作机会 增加多少薪水 乡亲姐的说法言之成立 但我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秉中讲一下好了 是 现在才弄出一个大南方计划来 不管是拼拼凑凑还是原本前瞻计划 里面的一些项目拿来拼 你说他没有针对性 没有为了选举 我觉得一般观众也不会相信 当然是现在在做一个选举 拿来比较说 你看我们现在来建设南部 然后来对比韩国瑜 好像他现在要离开 高雄市长这个位置 但是我在网路上看到了一个段子 我觉得他讲得蛮有道理的 他说你看陈局时代 那个城市光朗的那个光有多亮 那个水沟里头就有多黑 也就是我们台湾话讲说 外表金光鲜鲜 里面是台湾暖的 就是说大家看外表很漂亮 放映火 做很多公园 可是真正最攸关我们人民的 比如说登革日 刚刚我就举个例子 怎么会同一个年份 我们一般认为说发展程度 比我们差的硬度 他们的人口比例这么高 结果他的登革日病例 还少于我们南台湾的登革日病例 这个问题就应该要 我们来探讨的报告线 刚刚没有插话让我多讲完 那么我们有讲到说 像这个刚刚出席那天坑 不管是嘉青姐认为说 我们要是跟台北市比 或者是刚刚几位来宾也提到说 其实那个比是有问题的 不管如何 这种是真的影响到民生建设的东西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究的 我们来讲专业就好了 你要知道台湾是在亚热带 印度是在什么 你指的那个城市是在热带 不同的地方 你当然有不同的结构 这个东西不要乱讲 你今天只要是真的这个地方去做卫生管制 拜托 今天我们在讲负债 我想我最有资格讲 本人做过议员 在座只有我做过议员 台北市1998年马市长上来的时候 陈水扁市长留了200亿资产 马市长在2006年下台的时候 留了2000亿负债 一个8年的市长 在台北市拥有这么多的统筹分配款 收了这么多的税收 结果他负债2000亿 今天韩国瑜阵营他揭露了 他说蔡总统其实开了十大芭蕾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大芭蕾票是什么 他们问的是这些年 公庙总统开的芭蕾票有哪些呢 包括亚洲青年创新的IPO中心 18岁公民权解决少子化问题 社会住宅8年20万户 以及2025非和家园的不缺电 不涨价 新来向政策 农业是最优先的产业政策 和公民投票 新移民 以及体育经费倍增等等 问一下赵欣 这是你们今天提出来的 没错 我们就整理了出来 我们把蔡总统过去 曾经提过的政见 拿出来做一个整理 包括我们的国政顾问团 就会发现没兑现的 还真的有点多 当然我就不一一列举 但是有几个比较特色的 比如说18岁的公民权 在过去的时候 民进党一直强调自己 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而且国会跟行政部门 都要拿到多数 结果18岁公民权到现在为止 突然发现居然没有通过 这个就蛮奇怪的 社会住宅我们就跳过 但是新来向政策 最近就要讲了 不断的强调说 我们有多少的补助 要往南方走 可是问题是发现说 最近的太迁事件 大家发现说 我们此次不过是要换到 一个平等相待的态度 都做不到的时候 到底你的新来向政策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保障到 或者说达到平等交流的 这种互惠的这种宗旨 我们发现是有点难的 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 两岸交流宗旨的一个替代方案 显然没有办法发挥 更重要是一个公民投票 过去九合一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几百万票下去 政府会听人民的 结果发现没有 不但如此还修法 把公投法给废掉 不能够绑大选 其实到目前为止 很多中南部的乡亲 各位听 还不知道公投 其实现在已经不能绑大选 但是当他们知道的时候 说怎么可以这样 以前民进党都跟我们说 绑大选就是跟我们说 阿弟的跟我们说 现在怎么没有 其实他们很愤怒 我这段台语还不错吧 可以 每个都说我台语不好 比你周差 比你周差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 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面对这个跳票 还有就是说过去跟现在 是不是有点法夾弯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体育经费倍增 他其实是把 刚刚佳英也有提到的 前瞻计划从中都拿进来 可是发现说 真正用在选手身上 他们做的平均 其实是不多的 那是不是都给 像我们过去讲的 杨慧如的案子 发现他接了很多的体育的案 经费都花在这里 是不是给了所谓的杨慧如门 到底有没有真正用在人民的身上 到底我们这四年 吃到的是芒果干 还是一张又一张的芭蕾票 可能是芭蕾票比芒果干 还要多多 憲哥 如果你从平民的角度来看 这些你觉得有跳票吗 哪一个最有感 你觉得有跳票吗 先问一下 我说正确 我感觉都没错 既然是芭蕾票 我不要说因反对而反对 只是我在觉得说 这一些他所开出来的支票 包括我们新移民 平民 社会福利 你看韩国瑜他也推出 也希望说这一些 他们只要来了 怀孕了 他们是不是可以享有劳保 健保 不是 他们本来就有健保 本来就一直有给他们这方面 他们刚嫁过来的时候 没有 刚嫁过来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的新 他们未来的子女是中华民国国民 他们本来就有赌铺 我们东南亚 我们南亚 我告诉你 都无 我都没搞到 要攻击以前要先了解事实 如果事实搞错了 随便乱攻击 就可能会犯错误 像社会住宅8年20万户 现在蔡英文才做3年 现在已经做了快4 5万户了 你要知道后面前面是 可能还有机会不跳票 还有机会不跳票 而且他还加码 那时候说8年做不到 我们要计划讲4年 让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请您打电话进来 您认为韩银所点名的蔡英文 十大拔拉票 这有没有道理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电话是02 2656 2700 在我们的荧幕下方 都有电话号码 赶快打电话